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新一天吐龙记已经播出有一段时间了 三大主角也都出现了 但是口碑却并不高 其中情节、演员也是引起热议 其实每次金庸剧改编都会遭到众多观众的质疑 比如早期陈小陈妍戏版的《神雕侠侣》 陈妍戏的小龙女更是被网友不断吐槽 对陈妍戏来说也有了不小的影响 因为小龙女估计角色经典 还让人有高期待 同样的,此版本也是免不了受到吐槽 首先就是满屏满动作 作为一部武侠片 武打动作自然是中中之中 这也是武侠片之所以好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李天屠龙记》里的武打动作 并不是抗形容流水和想象力取胜 而是想通过慢动作营造出气氛 导演可能设想用这种新颖的慢动作来吸引观众 可是观众并没有买账 第二个就是女演员没有辨识度 金庸小说里都有众多出色的女性角色 并且绝不雷同 各有特质 然而在新版的《一天屠龙记》里 几位女性主角不仅撞脸 演技和气质上区别也不太大 大伙的却只有周海妹的灭绝师太 最后就是男主角 很多人觉得张无忌没有英雄气概 观众反倒是喜欢上了杨潇和陈坤 杨潇不仅帅气 魅力十足 更是演技在先 而陈坤作为一个反派角色 却让观众产生同情 这些都是实力的体现 不过曾顺兮 毕竟演演技 态度也是很认真 希望她能总结经验 钻研演技 为观众献上优秀的作品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